那时候我在台湾 一个人在台湾 没有家来 没有障碍 自己想出家真的 什么障碍都没有 他劝我出家 他劝我你千万不要去做官了 你要出家 许了释迦牟尼佛 教我干这个事情 那么教我读释迦牟 释迦方志 他说刚刚学佛 曾经三个月 你想学佛呢 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你就不会走错路 你要不认识佛 你会走弯路 甚至走上邪路 所以头一个低堂阔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这很少有的 我都没有看见过老师这种教法 那老师给我特别有缘分 告诉我 真正把身心奉献出来 为正法救助 红发立身 你的一生佛菩萨会照顾 我这句话很重听的 佛菩萨照顾我就不要管了 对自己什么事情都不问不问不问 佛菩萨照顾我 瞬间佛菩萨照顾的 逆境也是佛菩萨照顾的 我知道逆境在考考我 看我能不能受得了 顺利境界 长时间的考试 就参加这个考试 每一个境界现前的时候 特别是大的挫折 都会大幅度向上提升 通过了 及格拉 我把这边传说给大家 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佛菩萨 我只念佛菩萨 其他的度不念 其他的佛菩萨照顾 佛菩萨替我相助 这个得大自在 人一生哪个人不为自己生活 去操心 我一生对这个事情不操心 一世住心什么都不操心 为什么佛菩萨照顾 最妥善的照顾 一生大部分的世界都在流浪 美其名为 弘法一生 实际上过流浪生活 但是很安慰 想到本寺释迦牟尼佛 他一生过流浪生活 释迦牟尼佛没有庙 没到场 他住在属下 青天换地方 日中一时树下一宿 一生流浪 居无定夙 往生的时候 是在树林里头 不是在房子里头 住得真彻底 这都给我们后人 留下最好的保养